如果你只有一部相機 或者是一支鏡頭 而鏡頭拍攝的範圍是不夠闊的 那你可以怎樣做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這次拍這部影片其實是一條抓數片 之前我在介紹Leica Q43的時候 有講述到如果相機不夠闊的話 可以做一個拼相的動作 很簡單易做 只要按一顆按鈕就可以搞定了 事實是否真的這麼簡單呢? 當然是有當中的學問 今次就跟大家講講 到底拍攝合併相的時候 有些什麼要注意的 相信大家都有遇過這個問題 可能只有一部相機 你要拍攝的時候 但是景色又非常闊 又沒有另一支鏡頭 有一個廣角鏡可以拍到這麼闊 那可以怎樣做呢? 很多時候我們會拍幾張 連續的 首先要記住 每一張相片之間 要有一個重疊的位置 才可以在電腦方面 做到一個合併的動作 還有一個重疊的 這個我覺得是後來才認識的 就是拍照的時候 把相機打直來拍 為什麼? 因為拍的時候 就會增加上下的畫面 不會拍出來的一張照片 像長嵐嵐 整條火車一樣 其實沒有什麼看頭的 增加了上面天空和地面的面積 總括來說就會好看很多 還有一個重點 就是拍攝的時候 如果出現會動的東西 例如是什麼呢? 人物 車 或者是船 火車 這些部分 你就要留意了 就是你不要把相片 把一個會動的物件 中間是拍下去的 如果要拍的話 要把整個物件拍下去 例如一個人 你就不要隔開半邊人拍下去 到時另一邊就拼不回 要把主題 會動的主題 放在相片的裡面 拍到整個物件 在光圈方面的設定 就不要選自動 就選5.68或者11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會增加了多一些細緻度 就不會因為景深淺 而有前後模糊的情況比較多 而且你拍大風景 一般來說 都是全清的效果 是比較接受的 但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的相機容易有感應器 有塵的問題的時候 收到11光圈會有些困難 有時有塵的話 會是因為收光圈 反映到在相片上 會看到一點點 這個時候就要取捨 就要選8或者5.6光圈 當然拉加Q入塵的機會 相對來說是比較低的 除了第一代的Q1之外 其他Q2Q3 都沒有這個入塵的問題 最後一個重點 對焦方面就不要選自動 因為有時它就不知對去哪裡 一張相片就清左邊 一張相片就清右邊 一張相片就清下面 變成合拼的時候 就會很奇怪 或者拼不成 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呢 你要拍攝的主要主題 對上物件作為一個對焦的標準 接著就可以其他東西 照樣去處理 最後出來的相片就OK了 好了 現在我們看看 在電腦部分 怎樣去處理合併相片 我們要看看這個 其實就這樣拍的話 只是拍到這麼闊而已 一個43mm的鏡頭 如果是要合併相片的話 就要選這幾張 由這裡到這裡 然後我就特意拍一張過部的相片 讓我分開每張相片之間 因為一大串的相片 有時是挺難分別出來的 在這裡就選擇相片合併 選擇全景 至於這個球面 圓筒形 我覺得這個分別不太大 我看球面好像比較好 它還可以製造一個自動切割 即是把它裁好 而透視的效果是做不到的 在這張相片上 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邊緣填滿 因為有些位置是自己製造的 我覺得欠缺了真實性 所以我覺得自動裁切已經可以了 這裡我就不選擇了 直接選擇合併 說這麼快 它就做起了一張相片 我們現在看看這張相片 放大100%看看 很多細節都出來了 這些位置的接駁也沒什麼問題 逐樣去看看 在這裡你還可以去剪輯 這張相片是比較熱的 是調校光暗 可能高光推低一點 然後暗位推上來 這樣就完成了 AIA的標誌也很清晰 我們再試試做另一個例子 在這裡選擇了四個 然後選擇全景合併 因為之前我已經選擇了自動裁切 所以已經完成了 相對來說 好像是球面會好過這個圓筒式的 大家看看那個差異 我覺得球面是比較自然的 這個其實有機會是地平面的弧度去調較的 我在這裡選擇0已經可以了 現在就是選擇合併 因為只有四張相片的關係 所以很快就完成了 現在看看這張 效果是不錯的 我在這裡再調校一下光暗 看看彩彩的度 好了 現在就完美了 我們看看100%之後的情況是怎樣 看看海面 建築物 一直拉過去其實 沒有什麼大的瑕疵 應該說看不到有瑕疵 原廠相是這樣的 合併相其實除了由左至右橫向的話 其實可以拍攝由上至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選了這四張 然後選相片合併 選全景 試一下這個邊緣的彎曲 發現好像是零 是正常一點 那我就不選填滿了 我就選自動裁設 它就把邊位裁了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現在就選擇 所以之後可以調校一些光暗 高光低光的處理 我們放大100%看看 可以 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一個上下的合併 如果有人物的時候 其實是一樣可以處理到的 好像我現在這個 就拍了Shirley 我們看看 三張簡單一點的合併 這個也是上下的 這裏其實我覺得有時候 要試一試看哪個效果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原來當初我拍的時候 是拍攝尾座的 我應該拿回多一點 這個位置去拍 相對來說 就會好一點 那可能我選擇 邊緣填上它會好一點 由於當時的色溫 比較奇怪一點 那可能我會把它轉成 一個黑白相片 那我們現在先合併了 好了 效果出來了 我們現在看看 因為那個色溫 有點奇怪 燈不同的地方的反應 所以我選擇它 把它變成黑白 然後調一調 然後大家可以看看 合併出來的相片的效果 在這裏 把落物降下 這樣說別人 夠細上 但是 會有很多 孔芋 很奇怪 我們會吃 最後為大家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以Leica Q43為例 拍攝一般的照片其實是夠用的 但去到一些大風景的時候 有機會不夠闊 用我介紹的拼相的操作 就可以將幾張相片拼一張大相 其實這個技術在一年前已經有 隨著電腦技術和AI的進步 這個技巧就越來越簡單 而且做得越來越好 當然如果你拍的相片很多 都是需要拼的話 就找一支廣闊少少的鏡頭 一般的情況 其實我是估計你去同一個景色 這裡太闊了 是拍兩三張這些合併相 還有就是在一系列的合併相之間 最後一張的後面 我們會加一張特別的照片 讓你識別到這一串的照片 其實是屬於合併相 如果不是的話 你太多的照片混在一起 你是分不出來的 用Photoshop或Lightroom去處理這些合併相 就變得越來越簡單越直接 不要浪費現今的科技 而且拍出來的效果 也是相當理想的 這個就是我影片的全部內容 如果有做合併相的朋友 有其他的意見 歡迎你在留言板上留言 去到最後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有用 學到東西的 請在下面的留言板 打個Yes 如果你覺得這條影片沒有用 學完都不會 或者學會了 一會兒就會忘記了 請你在下面的留言板 打個No 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看了我這麼久的影片 很多朋友原來不知道 我們是有實體點的 我們有Like一系列的鏡頭 和相機 無論是數碼或是片子 至於鏡頭 有R 有M 有銀色 有黑色 還有其實是有全新的貨品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聯絡我們 或者是來我們的店 去了解一下 再者 就是說 我們也有一個網站 如果不是香港的朋友 其實可以看我們的網站 在網站直接購買 我記得